哎呦我去 尼泊尔风格又延期 无奈之下搬到了一个中国人家里 带你们看看房子 你们也猜猜这房子到底多少钱 这是啥 这是尼泊尔过滤水的一个系统 那是相当原始 水是相当黄了 已经洗费了一件衣服了 紧挨在这三层小楼 旁边就类似于一个贫民窟 全是铁皮房子 看完楼顶 跟着我这六亲不认的小步伐 继续往下看 顺着这个性感的小楼梯 扭的扭的扭的 咱就到了三楼露台了 我这房东吧 是个美女空气 没事呢咱就住在这边 喝茶聊天 晒太阳追剧 瞅瞅 这周围全是三到五层小洋楼 这个地段相当于上海内环 北京二环礼 三楼 我那房东跟着住了 住我套房啊 啥都有 这个就是一个大厨房 宽敞明亮 还行吧 前面呢是一个 尼布尔治饮水机 丑跟地雷似的 但是吧 这东西好清洗 但是换水的时候吧 容易翻车 能懂吗 继续跟上我这六星不认的步伐啊 我们现在从三楼下到二楼 首先映入眼帘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客厅 那啥也没有利用 然后这边就是一朝那一朝北的一个两个卧室啊 啥都有 首先来看看这阳台吧 开门 我就感觉这尼布尔的阳台吧 整个闹着玩似的 好像装饰一样 跟不花钱一样 你瞅瞅这空间大小 有个啥用呢 是吧 挂在外边 瞅个好看呢 真有钱呢 你这说对面那家阳台 长一模一样的 看来是尼布尔的标配呀 瞅瞅这卧室啊 显看超难的 咋样 这大双人床 大一跪是啥的 这是我住的一个朝北的一个套房 现在主卧没人 我现在毫不谦虚的说 我现在仅次于我们房东的地位 独享二层 继续去一楼 跟上我的步伐 嘎嘎先把灯关了 走着 接下来就是入门玄关 这块一个大鞋柜 基本上都是房东那些 女生嘛 这边就是倒垃圾的 半天了也没人收 这边楼底相当于一个两次一天 我们三个中国同胞搁这住 瞅着还行哟 啥都有 哎呀 往这边就是一个天井 真的 这俩通透 从一楼直接通到三楼 很丑的 咋样 凉快不 在这儿吧 除了我们住这栋子外呢 里边还有两家 能住这儿一种房子对吧 基本上在尼泊尔都属于中高产家庭 你看这房子图的 你别人留事的 都根据自己喜好来的 房子也看完了 你们觉得这三层小洋楼 咋的值多少钱呢 二十万 五十万 别扯了 我告诉你 两百万人民币 最后再给你们看个全景 开开眼啊 老铁们 这房子咋真故意呢 两百万 不管了 下个视频见 好了 拜拜